南投县竹艺学会 之前在文化局竹艺博物馆 以竹艺家为主题 办理会员作品连战 学会理事长林玉文表示 每位成员都有其擅长的技法 竹编 竹雕 竹馆 家具等等 有传统 也有延伸新的思维 这一次展览比较多元 然后有竹雕 竹的画 还有一些艺术的盆景的东西 学会大地政业有心理有个障碍 所以能不能找个工作做 就是修权对竹编我有兴趣 我就做了竹编 这个也是不予落乎了 至于今天展览的这一件 是我们的平竹编班法 县府文化局长林荣森表示 竹才运用在日常生活上 一旦再结合其他媒材 也是跨域的产业合作 对南投县发展竹工艺 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我们能够多一层思考 多一层复古的观念在里头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器皿 也能够多多来使用竹籽 事实上对我们整个生态跟环保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多多来运用竹籽的材料 甚至现在透过竹才 然后再结合其他的工艺媒材进行整合 这也算是一种跨域的合作 我想对于发展我们南投的竹工艺会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整个大环境对竹工艺的发展是比较不利的 但是我们也尽量能够让这些竹工艺师们 他们未来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这次展出的作品十分生活化 将日常用品透过艺术装饰 展出花器及竹编画作 竹编包包 灯饰等等相当有看头 竹是我们的传统产业 同时也是我们艺术创作很重要的元素 竹艺家学会最近展出多件的作品都相当的吸睛 不管是我们竹艺家背后每一位大师的一个巧师 巧手所做的编织或是雕刻 乃至于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加剧 都非常的一个适宜 同时也符合创新创意的概念 我想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工艺 能够借由这一次的平台来发扬光大 也让我们的产业能够继续发光发亮 同时为我们南投县赚取更多的一个经济产值 我想这个是大家肯定的 作品中也有透过逐编技巧呈现编画的作品 引人错觉以为是彩绘品 技法高深 渐渐作品都为居家生活平天积蓄雅趣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